二十多年以来 她保持着傲人的身姿 可一直都没有男友 当她好不容易找到男友时 居然发现对方只是个卖减肥药的 前到手之后 马上就把她给甩了 汉娜得知后很伤心 决定马上开始减肥 一口气干了大半瓶减肥药 现在得了 给自己吃进医院了 可几个男医生都抬不动她 被旁边护士都整了了 决定把她推过去 可还是纹丝不动 被吵醒的汉娜跟医生说 要不咱自己来吧 说完就自己翻过去了 她其实非常羡慕别人 能够穿上好看的衣服 汉娜虽然胖 但是声音很好听 目前做的工作是给一个当红歌星 当代唱 虽然歌星身材样貌都很棒 但是唯独那个嗓子 如同被恶魔亲吻过 而这天汉娜想着暗恋的男神郡子 越唱越带劲 跟着歌星一起舞动起来 而地板受不住沉吨的伤害罢工了 郡子可吓坏了 赶紧启动烟花 让和声提高音量盖过她 还好汉娜爬了出来 真是虚惊一场 结束以后 歌星找到汉娜 让她别再跳舞了 以后穿遍符就行 各种看不惯她 只有郡子走过来拥抱了她 安慰她还好刚刚没事 这可把汉娜激动坏了 男神居然抱自己 第二天郡子就送来一件礼服 让她穿着来参加自己的生日会 可到了生日当天 郡子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这时歌星也走了进来 居然还是同款 原来是她假冒名义送的 就是为了让汉娜出丑 衬托自己 羞愧的汉娜离开了这里 君子一眼就看出怎么回事 叫歌星来到厕所里 告诉她自己并不是喜欢汉娜 只是为了利用她 因为歌星没了她什么都没了 而这一切 都被在歌间的汉娜听见了 伤心的汉娜决定去整形 试问整容能不能让一个女人 在交际群脱胎换骨 答案是肯定的 现在是妖野兽了 可以也吸了 以前的裤子能穿下两个她 手术上一身给她抽了几大漫罐的值 给她整了两次才变成这样 被追尾的司机只是看见她 连被她撞的车都不计前嫌 直接不管了 直到交警让她掏出身份证 这才暴露了 闺蜜来到警局接她 都没认出这是谁 直到看到文生才认出来 闺蜜跟她说 只容这段时间里 歌星的事业滑至谷底 汉娜决定用假名真一 圆自己一个歌手梦 又续参加了戴唱的试镜 歌声与外卖完美打动了所有人 而这次她并不是在幕后工作 而是直接上身到了歌手的位置 她逐渐代替了歌星的位置 和俊子你弄我弄起来 而歌星没有放弃 她跑去汉娜老爹那里 一直等着汉娜的出现 她不信有人不管自己老爹 而汉娜好几次都差点暴露自己整形 一次俊子问她 视频里的女人唱歌 你能感觉到什么吗 她对我很特别 你能来这里唱歌也全是因为她 汉娜很感动 回到家跟闺蜜说 自己想要告白 晚上来到俊子家里 旁敲侧击地问她 你对整容有什么看法吗 整形不是不可以 只要不是我的女人就行 一天她碰到歌星 说了一句话 因为最近老呆在汉娜老爸身边 而这恰好和她老爸说的一样 这让她知道了 眼前的真一就是汉娜 这是一场很紧迫的演出 可第一次登台 让汉娜很紧张 但她看着后台的俊子 还是唱出了当时宏极一时的歌 可演出结束后 汉娜在醉醺醺的时候 画下了一个符号 这不正是那个胖汉娜 以前经常画的那个吗 眼前的女孩 居然和这个胖流是同一个人 可她现在整形被男神郡子发现了 但她不准备揭发 而是让她继续演出 汉娜觉得郡子把她当作商品 因为之前的自己 也是被这么埋没的 因为外形原因 导致无法登台演出 只能在后台当代唱 郡子伤透了她的心 直接跑出了门 可这一切都被公司的老总知道了 老总想先取消今晚的演出 如果不想出事听她的 并且想要惩罚这两人 因为是郡子找来了汉娜 而郡子一自己的失业担保 不会出事 一定会保住演唱会的敬情 很快到了出院当天 所有粉丝都前来应援 汉娜却有一些退缩了 可听到粉丝们的呼喊 郡子的鼓励 她还是登台了 来到现场的 还有想要捣乱的歌星 和汉娜那个患有老年痴呆的爸爸 音乐响起 汉娜缓缓走下来 汉娜的爸爸来到前排应援 可保安却想赶走她 忍不住不管老爸的她 交住了保安 她这次不想隐瞒一切了 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自己从头到脚都是假的 自己以前很胖很丑 只能躲在幕后给别人带唱 而自己变漂亮之后 才有机会登台演出 有机会爱上别人 而她自己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想念以前的自己 郡子听到这里 打开了头平气 背后出现的是以前的自己 而大家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抱怨 而是应援起了汉娜 郡子也真正的爱上了汉娜 自从她整形后 一直在迷失方向 不知为何而唱 而在最后 她没有为了其他人 终于为了自己而歌唱 唱出了自己的人声